快到双11了 想给PS5换台显示器 挑选了几款 给各位参考 价格从1000到7000 我已经有两台27英寸的4K显示器了 那为什么还要换呢 是因为4K144 还有VR 还有自动低焰石 以及更大的屏幕 玩游戏看电影更爽 其实4K60的显示器 已经能满足PS5绝大部分游戏 120Hz的高刷游戏并不算多 但是差这60帧总感觉别扭 总想体验一下高刷 下面开始推荐 本视频没有广告 仅供参考 一开始我看中了一台华硕的 28英寸 支持4K144 HDR400 HDMI 2.1 支持VR和自动低焰石 90%的DCI-P3色域 价格是3599 可惜是2021年上市的 有点老了 用的是Fast的IPS面板 感觉不如NanoIPS的好 后来一想 要不买个便宜的2K144也行 也是华硕的 27英寸 1399 2K180Hz HDR400 PS5是支持2K分辨率的 其实大部分PS5游戏的性能模式 都是2K60 画质模式才是4K30 用2K144屏幕也算合适 算是性价比方案 但是我估计如果我买了这款 心会有所不甘 早晚也得换 所以还是瞄着4K144去 于是我又看了RG的两款 95RP和95U 这两个都是新款 价格也一样 3499 都是4K144 NanoIPS屏 HDR600 但是没有标记VR 但是看视频评测 又说支持PS5的VR 不过确定的是 它没有自动低焰石 作为备选吧 最后我又看上了RG的C3 以前在我的视频评论区总有人说RG的C2C2总是推荐 C3是C2的平T版 区别不大 目前价格是6999 这是42英寸的OLED 4K120 支持PS5的VR和自动低焰石 而且还有杜比视界和杜比全景声 对了 这是个电视 不是显示器 但是它支持NV和AMD的画面防撕裂技术 很多人用它来当显示器用 但要注意的是你桌面的深度最好是80厘米以上 我这个桌面正好是1米6乘80的 不过6999这个价格真心感觉贵 这个价格能买索尼的65寸的电视了 小米新出的75寸S Pro才6500块钱 人家还是miniLED的2200尼特 不过我又一看华硕的RG用的RGC2的同款面板的显示器 要9000块钱 索尼65寸的OLED电视竟然要1.8万 其实C3算是RG的入门款 RG的55寸的G3 那个电视要1万7 这么一看42寸的C3就不觉得那么贵了 看来我是真out了 不过上面说的这些 对于我来说都是可买可不买的东西 这个算不算消费主义 后来一想我觉得不算 其实PS5也算是可买可不买的东西 为什么很多人都在买呢 免费的手游又不是不能玩 我们可以到网上查一下 1000块钱的手机能卖200万部 5000块钱的iPhone卖了500万部 只能说大家各取所需 不存在什么智商税问题 显而界考虑的因素很多 一分钱一分货贵有贵的道理 各位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 购买适合自己的产品就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